我 我 什么时候 能有自己的难处啊 我 乌雅叶子 原本是去本地 本生定好的女主 但是 总有一个锄头灰的琴的死队等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地抢走我的女主 让我轮为了万年女配 宿主大大 现在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 如果还不能守住女主身份 你将彻底消失 最后一次机会 那消失的话 我会去哪里啊 这个 系统军无法回答哦 还是看一下你的最后一个剧本吧 乌雅叶子 本故事的女主 华奥集团总策划 何锦盛 本故事的男主 华奥集团CEO 女主未婚夫 高继灵 本故事的女二号 华奥集团副总裁 女主闺蜜 好不答应 怎么又是你 不会又要和我抢男主吧 现在剧本进展到哪一步了 现在主角即将步入婚礼 结婚 那我进去结完婚不就大结局了 就它了 走走 叶子你没事吧 你是谁啊 这是哪里啊 这是订婚现场啊 嫁给我 又是你 怎么回事啊 不是我要结婚 刚才你走的太极没听完 是你没撬走的男朋友 和绿茶闺蜜要结婚 能重新开本吗 呃 抱歉 系统就固定了 你自己先点火 喂 喂 喂 行 我就是手撕绿茶嘛 这情节我熟 你们休想结婚 叶子 你要是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先去歇一歇 今天是我的大好日子 你不要抖乱 大好日子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叶子 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 胡说 你自己干了什么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不许你伤害他 伤害 到底是你们伤害我 还是我伤害他 我 这一巴掌 是我送你的新婚大礼 你疯了 还有这一巴掌 是对我错付的感情 神哥哥 你没事吧 别闹了 咱们先走 你 你 打了人就想走 你就想走 你 我没想走 新婚大礼我还没送 你 你 我演得还行吧 唯修东 唯修东 我离我 我接着你 你 放开我 放开我 住手 走 放开我 我跟他的事还没完呢 跟我走 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啊 一会儿有他们好戏看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无许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也想起 也想起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施签你所有的信念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相信 我不能住在这里 不然还怎么通关啊 送我回去 他们订婚事 对你打击挺大的 你先下来 你干什么 再这样我报警了 放开我 放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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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先回你房间冷静一下 叶子 叶子 欢迎回来 宿主大大 系统修好了 赶快改版吧 本系统已生成 无法更改 那我怎么办 宿主大大 你还是有机会的 什么机会 这二人貌合神离 只是为了利益 走在一起 只要你可以拿回女主本 就还有通关的机会 通关 我都快杀青了 你惹的祸 你得补偿我 啊 怎么补偿啊 帮我开挂 系统不能干预故事的情节 对 那你帮我查查 外面那个人是谁 总可以了吧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陆总监 是平静安您的要求替换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 两人相知相恋的VCR 圣哥哥 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你所有的理想和抱负 我都会替你实现的 只要你和叶子分手 我什么都能够 你忘了灭亡我 原来是被闺蜜 关掉 都给我关掉 知道了 现在公司群都炸了 杜钦 黄奥公司策划部总监 女主的发小 原想说终属于男恩号 原来是青梅竹马 怪不得这么帮我 别等一太早 高级灵那边 已经开始行动了 圣哥哥 我没连回公司了 你放心 这件事我会处理好的 他们怎么说我没关系 可我真的害怕这些流言蜚语 会影响到你的前途 我要是怕这些 就不会跟你在一起 都怪我心软 念着姐妹情深 一直没有让叶子离开公司 我真的害怕叶子 再这样继续发疯胡闹 会影响公司的声誉的 圣哥哥 不能再让叶子这个定时炸弹 留在公司了 如果你不能继续留在公司 系统任务会宣告失败 等着 看我怎么把女猪本拿回来 随时钓占弹 罗总 高总 叶子来了 她还有脸蓝 来 叶子 你再胡闹 我可就不客气 娄总 高总 昨天是我喝多了 破坏了你们的订婚仪式 今天我当着随忍的面 给你们来道歉 高总 这是我特意挑选的 我们冰释前嫌吧 你 你分辨是故意的 你明知道我对这种花过敏 好 罗总 高总 我们几个都是老同学了 就看在以往的情意上 这件事就算了吧 我和高总 接受你的道歉 都算了吧 好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 以后 谁也不要再提这件事 谢谢你替我买的花 你喜欢就好 无脑小熟女主 抱着这么好的青梅竹马博爱 我该给破坏了 故意让我过猛 好 叶子 要你好看 高总 给您吃 谢谢 坐 听说 你很想去设计中心 是啊 高总 您看我可以吗 花青倒是可以用 我看你 我就不信 赶不走你 来 看一下这东西 看什么要给你 你好 我是新来设计中心的花青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以后多多关照 嗯 行吗 啊 哈哈 这个项目先别做 罗总 将心文化项目出问题了 我听说了 罗总 这个项目我跟不了了 吴总监他快把我逼疯了 还有谁可以升任吗 这就不要交给叶子了吧 这就不要交给叶子了吧 杜总监 听说最近叶子身体不舒服 恐怕不能工作了 我可以 这样吧 叶子 你先休息一段时间 我不用休息 项目我接了 如果完不成 我就引咎辞职 真的吗 我是很相信你的实力的 不过 你现在这个状态 真的可以做好吗 我要是再做不好 不就让您失望了吗 那你好好加油吧 叶子 不要让我跟罗总失望 想赶我走 没那么容易 还没冒完呢 花钦送了一些新的资料过来 我这边再重新整理一下 我给你剥个龙虾 上嘴 我想把一些国潮的元素 融进这期的设计 我只走不跃 古代丰厚大典上 将门之女为了救爱人 而被迫嫁给帝王 为爱的手 就像匠心的品牌里面 这个想法倒是挺独特的 不过 怎么了 可是如果不能和下来的人在一起 我只有什么意义 不过梦见一遍 填补过心跳的深情 时间过得又催得快 可我们还是没有存在 请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挣脱撒药的期待 的人在一起 别 tiger 快去 别刺累 好 那这事儿就麻烦你了 高总 进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把产品文件给叶子了 他这么努力 这次公司应该很有把握 拿下降薪的项目 那也不过是白忙一场 我的项目谁管呢 你是谁啊 你连我都不认识 你看我不投资死你 叶子 这可是降薪文化的吴总琴 您消消气 这边请 我会议室我们的准备好了 别碰我 这都什么事啊 快走 走 接下来我要演示的是 我们环澳集团为了降薪公司 接下来文化创品的新的PPT方案 你脑子是不是摔坏了 叶子 你把将薪主推的产品都搞错了 什么 我今天算是长剑手 连主推产品你都搞错了 吴总监对不起 您放心 您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如期完成任务 我给你时间 谁给我时间呢 我告诉你啊 这发布会的预案 已经发布出去了 如果不能按时地 履行这个方案 这损失 不是 谁来负责呢 都是误会 吴总监 吴总监 你先别生气 罗总他一会儿就来了 今天只是预演 你们预演都能把产品给搞错 正式方案能好到哪儿去啊 吴总监 咱们就事论事 你 你你你你 吴总监 抱歉 是下属不懂事了 罗总 上次您说的投资的事情 现在正好有时间 去办公室聊天 哟 给罗总都惊动到了 罗总年轻有为 我是非常欣赏您的 但是 我还要补充一句话 贵公司的人事部门 要看看眼科了 您看 招的都是什么歪瓜裂造的 吴总监 自己的发布会马上就要找开了 百忙之中 还来操心我公司人事的事 真是难为您了 不难为 不难为 既然二位有事要谈 不如先去办公室聊一下 我们一定会尽快地 把方案全部都整理好 我总监这边请 好 罗锦盛 你竟然帮他 吴雅叶子 你给我等着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我知道是谁做的手脚 我现在就准备新的策划案 但我担心 你担心 他们是提前做好了准备 无论你阐述如何 他们都不会再和还要合作了 嗯 嗯 我有个主意 咱们分头行动 知道了 哎呦罗总啊 看着你又销售了 这员工要是不听话呢 直接就把他给开了 没有员工就没有公司 这句话可是你的公司流浪 唱话在嘴边的 哎呦 别跟我提那个退休的老家伙了 什么事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哎呦 吴总监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公司的叶子 可是为了您的项目 费尽了心思 您还不赶紧去验收验收它的成果 费尽心思个屁 连产品是什么 都不知道 什么 还有这种事啊 您放心 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好好追责 一定给您个交代 吴总监 方案已经准备好了 请您一步会议室 请吧 吴总监 好了 快开始吧 你就十分钟 吴总监 稍等一下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 我都来了还要等谁啊 谁那么重要还要我等 难道我不重要吗 我都来了还等谁啊 谁那么重要还要我等 难道我不重要吗 刘总您怎么来了 这是刘总退隐前最后一个作品 我左思右想 还是需要刘总 一起审阅这个案子 好了 赶紧开始吧 如果达不到降薪的要求 那就立马 换其他公司负责 你听明白了啊 很抱歉 由于时间过于紧张 我没有做出完整的PPT方案 方案都没有还在那儿秀 但是呢 我为度假村策划了一个 关于守护的爱情故事 故事中的男孩 从第一次见到女孩开始 就一直喜欢她 默默守护她 那你帮我查查 外面那个人是谁 总可以了吧 她为她喜悦 为她难过 可是迟迟不敢对她表白心情 所以她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在错误 她不知道的是 女孩已经感受到了她的心意 怎么每次都有她 我相信每一份真挚的守护 都能迎来双向奔赴的结局 就如同度假村一直在守护着游客 而游客也从这份情感中不断地回顾这里 我想以这样的情感推广方式 才能更加打动人心 好 非常好 完全贴合我的设计理念 小姑娘 你下了很大功夫吧 当然了 刘老 叶子她特别喜欢您的作品 从您的第一部作品到最后一部作品 她都一一地认真研究过 学习过 如此可教啊 虽然这个设计理念很不错 但是方案还是显得有些仓促 如今交给你来落实 你还需要好好努力啊 谢谢您 我一定好好努力完成 好 既然刘老这么满意的话 不如移步到我的办公室 聊聊具体的细节 好 恭喜你啊 欧雅叶子 你终于凭自己的能力留下来了 居然能把刘老请过来 你应该花了不少力气吧 只要你能留下来 比什么都好 以后就看你的了 他把刘总都请来了 你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 没想到啊 谁承祥他能把刘总给请来 你收了我那么多钱 一句没想到就能把我打发了 要不这样 下次合作我少收你两个点 你看行吧 你 让你破费了高总 你这个手下败将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抢走的 统统夺回来 这次多谢你啊 我们是好哥们儿嘛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挺你 我猜 你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是谁做的了 我在公司撞见了高继麟和吴总监的交易 花青给我的假文件应该是高继麟指示的 你准备怎么办 高继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至于花青嘛 算了 他也是被利用的 哎 叶子 我觉得你和以前有点不一样 哪不一样了 更独立 更自信了 那你喜欢以前的我 还是现在的我啊 别懂 你差点把他压死啊 啊 你快扔掉 快 你别过来 别跑啊 别过来 你看看他 我真的害怕 你看一下 你别过来真的 别过来 别闹 宿主大大 我必须要提醒你 独卿不是男主 他对我那么好 就不能是我的官配吗 宿主大大 拿下罗锦盛才是你的任务呀 不然会被系统清除的 知道了 知道了 放心吧 我梦里那个看不清脸的男生 是他吗 罗总 听杜钦说你要帮我办清工宴 你们辛苦了 又拿下一个项目 晚上 好好放松一下 谢谢你 也谢谢你帮我争取时间 去守之劳罢了 你是我的员工 为后员工 是我应该做的事 那 晚上的庆祝 你也一起来吧 要不下班再说 你的意思是 晚上你会来的 是吗 那我怎么有点不一样呢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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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进杜总监一杯 这次啊多亏了杜总 公司才能拿下这么大的项目 以后啊我们在公司可要横着走了 还是多亏叶子想出的策划案 哦 对对对 叶子可真是太厉害了 还是多亏杜总监 要不是杜总监运筹帷幄的 咱们早卷覆盖走人了 你们两个一唱一喝的 可不要太默契啊 是啊 我们再进杜总一个 嗯 来 干杯 来 天哪 你们两个住在一起了 合作而已 还有租客 杜总监 我们去跳舞吧 走吧 走吧 等 等一下 去吧 叶子 罗总一起啊 你们玩 罗总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吧 没酸 都喝成这样了还没醉 叶子 我有事问你 什么事啊 你和杜卿到底什么关系 什么什么关系啊 你们是不是在一起了 罗总 我和杜卿什么关系 关你什么事啊 叶子 对不起 是好喝多了 花青 这是拍给高继灵吧 这是拍给高继灵吧 罗总 我没生气 也没怪你 多几声 我就知道你还对他有意思 我不许你和杜卿在一起 乌雅叶子 你不要脸 你竟然敢供与我男朋友 不要不闹 我和叶子只是在聊天而已 聊天 你们都抱到一起了 要不是我进来 你们是不是把这里当自己家了 罗锦盛 你为什么总让我失望 我说了我跟他什么都没有 罗总应该是喝多了 叶子只是想送送他而已 不见 我是念着我们是大学同学的分上 所以才一直容忍他的 可他倒好 竟然在我眼皮子底下 更与我男朋友 我相信叶子 叶子不是那个人 不是这种人 刚刚要不是我 他们都 高继灵 给我冷静一点 我冷静 是我该冷静 还是你该冷静 高总不相信罗总 草木皆兵也是秦婚人 你什么意思啊 好了 别再准丢人心了 我回家 叶子 你别喝了我来 来来来来来 赶紧别喝 我还能喝 杜琪你醉了 我先送你回你房间 叶子 别怕 有我这 我知道 有你在 我不怕 对不起啊 可惜这次 我的男主不是你 醉成这样 拍下来 明天给你看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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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看这儿 我表现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对不起 我们彼此的认定 我们彼此的约定 不相信 我们彼此的约定 赶紧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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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 吃 叶子 生日快乐 也感谢你替公司 拿下了一个大客户 谢谢罗总 我以后一定更努力 叶子 切蛋糕吧 罗总 我们一起切吧 好 叶子 生日快乐啊 也辜负罗总 对员工的一片心意 几灵 我晚上会单独为你过生日 我就知道 谢谢盛哥哥 叶子 生日快乐 谢谢啊 叶子 对不起啊 上次其实是我发视频给高总的 没事 都过去了 谢谢你 叶子 我想送你一个礼物 这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手链 给你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好特别的手链 我很喜欢 你喜欢就好 这种破东西你都带啊 华清也送了我一条 不过这种垃圾 我可看不上 醒了 姬灵 别耍小性子 盛哥哥 今年过生日 你准备了什么惊喜给我呀 说出来不就不惊喜了吗 我就知道 盛哥哥你最好了 每年生日 都让你费心了 叶子 你放心 一会儿 我带你去一个你特别喜欢的地方 过生日 好啊 那我们现在就去 我帮你拿 盛哥哥 你看他们 好般配啊 路芊 这里就是你说的 给我准备的喜欢的地方 我这不是为了配合你吗 不让你在高杰灵面前丢了面子 杰灵 是我不好 这段时间让你不开心了 盛哥哥 你老是告诉我 你心里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当然了 不行 我要你亲口说 你爱我 你心里只有我 我爱你 宝贝 不要多想 哇 真好看 谢谢盛哥哥 我好喜欢 真好 盛哥哥 要不我们生个宝宝吧 嗯 嗯 烛光晚餐 谢谢你的烛光晚餐 大小姐不生日 我怎么敢待吗 来 生日快乐 谢谢 杜倩 我有个事情 想跟你商量商量 过几天 你能不能 临时做我的男朋友 你能不能临时做我的男朋友 什么礼物啊 没什么 你还是忘不了他 你把我当什么了 罗锦盛 你别忘了你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是 我就是靠着你们高价的钱才有钱的 你满意了吗 你 你别误会 盛哥哥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么多年了 无论我怎么努力 所有人都说 我罗锦盛 是因为你们高价才有经历的 是我高攀了 高总 有什么事 好喝 给你的 嗯 好喝 好喝 我的口不吞 来 叶子 多喝点水 快看 叶子 那我办公室一通 乌鸦叶子 你害我跟盛哥哥吵架 还敢在我面前秀恩爱 阿清 肚子在你烦恼了吗 在那里 晚上我等你的消息哦 不用了 高总 我自己收拾就好 罗总 不好了 有人来公司闹事 对方是什么人 是高总承包的装修公司跑路了 他们就找到我们公司来了 这次事情是我们的责任 是我们内部审核出现了问题 把装修款打给了不靠谱的装修公司 不过你们放心 我们公司一定会处理好的 我不听你的什么狗并废话 今天我一定要收到钱 欠债关钱 天经地义 今天必须把钱给我们 关钱 我去怎么办 您最好还是不要去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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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这家公司的CEO 这件事 当然我还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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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子 你没事吧 去医院 去医院 经过我们专家会诊 病人可能是因为头部撞击 导致的轻微脑震荡 所以会有点头疼 妻子怎么样 你没事吧 还好啦 就是有点儿晕 医生 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严重 能不能早点儿出院啊 你不能出院 建议 还是留院观察比较好 你就安心养伤 公司的CEO我 对啊 你就别让我担心了 杜总 你也累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里就交给我了 这样不合适吧 罗总 要不还是你先回去 我留在这儿 我输了我来 可是 别可是了 先给叶子换个好点的病房 有利于她养伤 对不起 没事吧 没事 呢 你想 pets 宝宝 啊 可能 你看啊 你们说你 不可以呢 你要 Когда人生 我 x 哦 最近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没有 生理期几个月没来了 三个月 行 那我给你做个全身检查吧 好 跟我来 你生病了 多喝点汤 光喝汤怎么行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营养餐 你一定会喜欢的 你这菜太油腻了 叶子吃不了 这是我在米其林餐厅定制的 叶子胃口不好 也吃点有心意的菜 还是得喝汤 你的汤还是留给高总喝吧 罗总 我想尝尝 叶子 我先回去一趟 你好好休息 往这儿有惊喜 嗯 好 好 还在生气呢 我跟高总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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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听你跟他的事 你听我跟你解释 我跟高总之间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解释就解释 你抓我手干嘛 我跟高总真的什么都没有 那天是他出去谈了一个丝袜生意 让我帮忙出主意 他看我的衣领不整齐 然后就说帮我整理整理 我跟他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 那你怎么不早说 你也没有给我机会解释啊 那 下次不准了 我保证 别说 叶子 他怎么在这 我怎么知道 祝贺你看府出院 哪有看病人送玫瑰花的 花要在对的时间送给对的人 盛哥哥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望一下叶子啊 顺便 也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 我 我怀孕了 恭喜啊 高总 那我就祝你们早生贵子 盛哥哥 还有一件事我想和你商量 怀孕之后 我穿婚纱就不好看了 婚礼提前的话恐怕会太仓促 要不 就还是盐妻吧 孩子出生了再结婚 岂不是委屈你了 要不 我们婚礼就提前吧 想什么呢 从医院回来就什么都没吃 她居然怀孕了 别想了 我帮你吹吹 我还是买点水果去看看她吧 不管我跟她怎么动 跟孩子都没关系 不能好好喂啊 放心吧 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你 她还不动 她还不动 叶子 你怎么来了 我带点水果来看高总 圣哥哥 谢谢你啊 叶子 我有点累了 那我先走了 喂 叶子 上次圣哥哥给我挑选的衣服 烂你车里了 你能不能帮我送上来一下 高总 衣服我都拿过来了 辛苦了 叶子 我想吃酸的了 好 叶子 我又想吃甜的了 行 叶子 叶子 我的礼服你帮我运一下呗 好 我看了高纪灵那个化验单 名字不是他的 他是不是假怀孕 本军不能剧透 那你帮我调一下医院患者的信息 停 高总 你没事吧 我刚刚有点孕疼 现在没事了 这么严重啊 要不 我要不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啊 用不着你操心 我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清楚 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 还是去一趟吧 你这要有什么问题 罗总肯定会很伤心的 还是说 高总 你不敢去啊 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是你的化验单 我查过了 上面的人根本就不是你 你没有怀孕 你说罗总要是知道这个消息 他会不会难过 你 这里有两百万 够你回老家过一辈子了 天哪 你居然没怀孕啊 乌亚叶子 怎么使诈啊 我是不会让你破坏 我和盛哥哥的感情呢 你少白费心机了 好疼啊 救命啊 他不会真怀怨啊 高总 你给我 还不会去叫救护车 好好好 救护车 快打电话叫救护车 何景升 你想干什么 我的家事还轮不到你来管 叶子可不是你的家人 你搞清楚一点 当初是你自己选择抛弃了叶子 跟这个女人搞在了一起 盛哥哥 你也别怪叶子 她不是故意的 我刚刚明明都没有碰到你 是你故意陷害我 让让让让让 让让 让这 你来 我真是想错了 不是的 不是的 盛哥哥 我 那要不要叫我们四人医生来 给你好好检查检查 盛哥哥 冬夕叶子 受误会了 你放心我还好不常运的 圣哥哥 你要去哪儿啊 别再叫圣哥哥了 高纪梁 你实在太可怕了 难道你就没有错吗 要不是你跟叶子纠缠不清 我也不会这样 怪我 是我让你假怀孕 是我让你却陷害叶子的吗 圣哥哥 我错了 你别走好不好 高纪梁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那也是被你逼的 你简直无有可救 圣哥哥 你不许走 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傻事了 真的 我发誓 罗总 你怎么在这儿 这套公寓买回来一直没住 最近打算住一段时间 那高总呢 我们暂时分开了 那还先冷静冷静 不好意思啊罗总 都怪我 叶泽 你别这么说 是他咎由自取 不管你的事 那你以后就这儿啊 对 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 盛哥哥 你这儿这么空 你住得惯吗 要不我们还是回家吧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 我问了你的秘书地址找过来的 别闹了 回去吧 要不 今晚我就在这儿住吧 宿主大胆 你马上就要通关了 怎么还闷闷不乐的 可是这个故事 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现在罗锦盛已经爱上你了 下面将不如恋爱系统中 最后的一步 完成和男主定情 即刻通关 可是我真的对他没感觉 宿主大胆 如果不乘胜追击 随时可能被高纪灵返超 他现在已经出现在男主家里了 你们这NPC也太卷了吧 行了 我知道了 贾怀玥 贾刘承 还有什么事是你做不出来的 沈哥哥 你还爱我吗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沈哥哥 你还爱我的对不对 罗总 你在吗 我俩叶子 他怎么在这儿啊 好 罗总 我来得好像不是时候 我给你准备了一点蛋糕 你一个晚上一点饭都没有吃 等会儿饿了就吃点吧 贾怀 你这个贾怀 你放开我 你给我冷静点 沈哥哥 你推我 你为了他这人推我 你们都住在一起了 你还要我怎么冷静啊 你马上给我走 高总不会想不开吧 不用理他 让他好好反省反省 那我先回去了 我们出去走走吧 其实高总是因为爱你 才做了那么多错事 我知道 但是他不应该把你扯进来 我替他向你道歉 你不该为这个道歉 你俩当年背着我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该道歉 叶子 你还爱我吗 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 满脑子都是你 如果我说 我还爱你 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罗总 我们回不去了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重新追求你 重新爱你 而且我保证 渣男 我真演不下去了 罗总 我真是受够了 你的本自己玩吧 走 杜总监 这就是你的好业子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写写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月很快 希望有志愿 全部随合吗 自己做约念 还有你 正的约定 我说 你keeper 差凭 这部分 我相信 宿主大大 你马上要通关了 为什么现在放手 这男主太渣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 可没有了男主 我是怎么成立 你想永远消失吗 还不是因为 你们系统烂本太多 完全不考虑 我们宿主的感受 就这样的男人 哪个女人会爱上他呀 还想让我做他的女主 做梦 宿主大大 剧情无法更改 请追回男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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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是按照 你们的设定来做事 这次我的故事 我要自己写 宿主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 你说呢 是不是 又遇到什么开心的事了 我不告诉你 来 那就祝你 每天都这么开心 干杯 正好 我手边有个案子 要去海边看警 你跟我一起去吧 趁这个机会好好放松一下 好 那我去吃吃东西 去你的狗血区去 这次的男主 我要自己定 刘总 什么事 今天没在公司吗 我跟杜青到那边看警了 怎么了 叶总 赶过公司开会了 说你的项目通过了 好 谢谢罗总 杜青 我的方案通过了 我就知道你可以 你好 麻烦帮我开两个单人间 好的 先生 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啊 先生 房间都已经爆满了 只剩下一个家庭房了 易姐 那算了 不用问了 开了吧 想什么呢 今晚我睡礼物 你睡外面 来吧 来吧 不用手下留情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先说好啊 等会要是你输了 我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你 我又输了 真心话 真心话 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 真心话 你实话跟我说 你有没有 迷上我 好你个毒气 那什么问题啊 不想说啊 我理解我理解 毕竟我这么帅 情有可原 很正常的事情 我迷你个大头鬼 换你转 我选真心话 真心话呀 你老实交代 你是不是迷上我了 罗锦绳跟你表白那天 我也打算跟你表白的 我不知道 我知道 他会伤害你那么深 早知道我肯定跟你表白 把你抢过来 不过我知道 你肯定不会答应我的 还是像现在这样好 咱们两个一起 并肩作战 成为最好的搭档 你永远对我这么好 上次罗锦绳来找你 是要跟你和好吧 你答应他了吗 你早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们干个杯吧 干杯 我们拍张照片经验一下吧 好啊 好希望有一天 你能成为我的男主 只是现在还不是事 我不能伤害你 可我们爱是人还留存在 你会有你在哪 你来 我心想你会有你的 你也想你会有你的 不接待 彼此妨礙覆取 该思念还在延续 爱情不敢依赖 所有的难题 把乌雅叶子的东西 全给我扔出去 一件都不许留 事情还没调查清楚 高总这么做 不太合适吧 乌雅叶子抄袭的事情 已经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了 让这种人担任 我们公司的设计主管 会让我们公司名誉扫地的 我没有抄袭 也绝对不会抄袭 你还想狡辩 你给腾心公司的设计主管 和司徒的获奖作品一幕一样 乌雅叶子 抄袭可是犯法的 司徒没告你 已经是你走大运了 赶紧给我离开公司 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偷 你们还愣着干嘛 赶快把他给我拖出去 你们在干什么 盛哥哥 叶子抄袭这事是板上钉钉了 你不会还想维护他 你可是公司的CEO 不能拿公司的声誉开玩笑 罗总 你相信我 我没有抄袭 你给我三天时间 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你想得美 你休想赖在公司不走 我相信叶子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可以拿自己总监的职位 给叶子做担保 杜总监 不会是抄袭的事 你也有份吧 这个项目可是你经手的 不是所有人都会偷别人的东西 高总 你 我给你一天时间 盛哥哥 那要是他澄清不了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 高总 您在吗 衣服洗好给您送过来了 你做得很好 就让这件事继续发酵下去 我这次要叶子身败名利 尾款一分都不少你的 司徒 你可别忘了 这次要不是我给你叶子的底稿 你怎么可能得国际大奖 现在名利双收 你就乖乖地给我把嘴巴闭紧了 设计团 设计团 你好 我叫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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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没什么 但是 我就要叶子 你 如果你 你 我 你 什么 我 你的 有 你 他 这个还在那里 咱们连夜赶过去 连夜赶回来 应该来得及 我 都签 我找到了 就是她 高总 毕竟我们和韩傲 是长期合作的 现在来做这个黑脸 主动与韩傲解除合作 始终是伤和气的 李总在公司的影响力 我自然是很清楚的 不然 怎么会选择跟您合作呢 高总 这是什么情况 五个点 高总 毕竟我们和韩傲 是长期合作的 现在来做这个黑脸 主动与韩傲解除合作 始终是伤和气的 李总在公司的影响力 我自然是很清楚的 不然 怎么会选择跟您合作呢 只是我们韩傲 如今出了这么大一个丑闻 不好好惩戒惩戒这个始作俑者 我怎么跟各位客户交代 我看 高总的诚意再多一点 我保证帮你把这个人撵走 八个点 不能再多了 合作愉快 高总 这什么情况 客户之所以选择与我们环傲合作 是看着我们公司的名誉 现在公司出了一个劣迹员工 抄袭获奖作品 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 童馨公司的李总 要跟我们解除合作关系 我也拦不住啊 当然了 也不是没有办法 你们把抄袭的那个乌亚叶子开除 我还是可以回公司 劝劝各位领导继续合作的 罗总 我们公司呢也是这个意思 毕竟我们两家合作了这么多年 我们也不想做得太绝了 什么 办公室来了好多客户要解约 他这是要赶尽杀局 没事 现在有证据能证明你的千万 后面好像有辆车跟着我们 又是高继灵吗 我怕 我们分头行动 你先走 我跟司徒约好了 一会儿公司会合 乌亚叶子有没有抄袭 现在下定论 还为时上策 你现在还要维护叶子吗 罗总 我能理解一个老板 维护一个员工的心情 可是乌亚叶子 造成的影响太恶劣了 如果今天你不把它开除 我们公司就第一个解约 我已找到证据 大家稍安勿躁 乌亚叶子 已经找到了证据 证明自己没有抄袭 这件事 今天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已经担心 你相信我 有个问题 你可不得了 你不不得了 还没 direito 我还没这样 你不得了 我还没准了 你不得了 我还没ольно het 我还没没缘 ?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还没缘 我们不得了 罗总 请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做出选择吧 盛哥哥 不能让叶子拖垮公司啊 要么签字开除叶子 要么签字解除合作 盛哥哥 不能再拖了 等等 我没有抄袭 这是我很多年前的底稿 这种底稿很好造假 如果画幅画就能证明 你没有抄袭的话 这样的话 我能画一百幅 行了 罗总 这场闹剧 没有必要再继续了 你把它给开除 我们可以好好继续合作 要是我执意不浅 喂 叶子 你到底要得罪 多少客户才满意啊 这段时间 你闯了多少货 疼了多少娄子 你 你非要让盛哥哥做不成这个CEO 你才满意吗 高继练 你不就想赶我走吗 你自己抄袭 你还想赶着不走 司徒 你自己来交代吧 乌亚小姐没有抄袭 真正抄袭的人是我 那你怎么会有叶子的作品 是高继练给我的 你 司徒 你不用胡说八道 我的职业素雅 不允许我一错再错 你的钱 我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 乌亚小姐 对不起 升哥哥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是我家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房产证和股权数 欧琪生 你要干嘛 高继练 因为你 几千万的合同说丢就丢 你能不能不要再胡闹下去了 行不行 升哥哥 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我 我比你更在意公司 你只是想要叶子审败名利而已 升哥哥 我错了 我不该这么任性 的堆叶子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不要走好不好 升哥哥 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我 我比你更在意公司 你只是想要叶子审败名利而已 升哥哥 我错了 我不该这么任性地堆叶子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不要走好不好 要不是花青撞见了高继练打电话 我们也不会找到司徒 花青有她的难处 之前她妈妈生病急需一大笔手术费 是高继练帮的忙 到现在她妈妈还在病床上躺着 威胁 陷害 这不一直是高继练的惯用手段吗 好了不提了 来 庆祝真相大白 高继练 还没来公司呢 出了这么大的事 她还有脸来公司吗 太小看高继练了 毕竟高家占了那么大股份 不看僧面也得看服面 喂 司徒都跟我说了 你居然敢背叛我 高继练我 你听我这是吧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三十分钟后 把叶子给我带来地下停车场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喂 花青 你确定 项链是掉这儿了吗 我找了一圈都没看到啊 是 就在停车场 叶子对不起 已经挺麻烦了 我肚子实在是太疼了 不然我就自己找了 你可是帮过我大忙的 就这么点小事算什么呀 对不起 叶子 我也是没有办法 喂 花青 你还在吗 喂 花青 你还在吗 叶子 对不起 你快跑吧 我项链没掉了 是高继 高总让我骗你去停车场呢 你快走吧 你是叶子吗 啰嗦 叶子被绑架了 火急灵 叶子在哪儿 叶子不接了吗 你少过装算 我最后问你一次 叶子在哪儿 我最后一次给你机会 还想见到叶子 就来家里找我 我等你哦 盛哥哥 叶子被绑架了 放开我 你们是什么人 高继灵 快把叶子给我交出来 来得真快 快把它签了吧 用盛哥哥的股份 来换叶子的安危 这比买卖 不亏吧 高继灵 你疯了吗 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不想签 我还以为盛哥哥 多喜欢叶子呢 没想到 他在你心中的分量 也不会如此嘛 应该就是这个 救钢车 这里早就荒废了 应该就在哪儿 你赶紧报警 我先去那里救叶子 叶子 等你 你当我傻 你就是一打工的 骗谁呢 我说只是个打工的 人的倒被你们绑架吗 实话告诉你 我是环澳集团 未来的董事长夫人 不跟我交易 你们一分钱都拿不到 高继灵的账户 早就被冻结了 他根本拿不出钱来给你们 我现在就可以把我男朋友电话给你 你现在打给他 他一定马上转账 而且 比高继灵多三倍 我要是把电话给你 你找人救你怎么办 不信的话 你们去找人 调查高继灵的账户 看他能不能给你一分钱 你们俩 快要把你先收回来 要是有什么变了 去 我等着 我等着 签了这份合同 我保证叶子活生生的回来 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 我只不过是拿回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罢了 签了这份合同 我保证叶子活生生的回来 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 当初是我以死相逼 我叔叔才同意你担任CEO的 还给了你股份 我只不过是拿回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罢了 季灵 这么多年来 我对你都是真心的 那你现在心里还有我吗 拖延时间呢 既然你这么不配合 那就别怪我 动手吧 住手 姐 你干嘛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放开我 我配合我原来你来过来 放开我 滚开 杜倩 杜倩 你没事吧 你怎么再来呀 别跑 我现在就带你走 我就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住在你的身边 为你实现你所有的心愿 不管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相信 我相信 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就别再拖延时间了 高继灵 罗锦盛 你最好祈祷叶子没事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居然是一个游戏 我相信你的爱 我相信你 问题也相对 我相信你 你游戏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很想要的 你来 你一定会不幸 我应该等待 说到这儿还有什么脸 是吧 梦醒我又张开了眼 就我又梦见你一遍 填不过心跳的瞬间 时间过得如此的快 可我们还是没有存在 心给我与自己的药物 警告 警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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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同学 救命 帮我出去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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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同学 叶子 没事了 有我在 我一定会抓住那群匪徒 让他们付出代价 你们都出去 叶子 给叶子一点时间 让她冷静冷静 喂 一定要现在吗 你放心去吧 有我在呢 好 我知道了 叶子 你还记得吗 以前全校运动会跑步比赛的时候 你被人撞倒了 膝盖一直流血 哭个不停 可你还是坚持跑完了整个比赛 到了终点 而且 你笑得比谁都灿烂 好像是你得了第一名 所有人都夸你 说你心态好 可只有我知道 你膝盖一直疼 一直在忍着痛跑完了全程 叶子 是 你是我见过 最勇敢 最坚毅的女生 我相信你 这一次一定能够走出意义 我会在这儿一直等你 陪着你 我多接 我饿了 得嘞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认定 都想起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信念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相信 我先到哪些都给你 叶子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了你 华清 你妈妈的病怎么样了 你都知道了 对不起 叶子 我真的没有选择 没关系 我知道是高杰林拿你妈妈的安危威胁你 我不怪你 不过 华清 如果你妈妈知道你做了违法的行为 她会怎么想 我 我没想到高总会这么做 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人 请大家多多关照 别哭了 哭也解决不了问题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这些钱 应该购付你妈妈手术费了 我怎么能要高总你的钱 收着吧 你妈妈的病可拖不起了 拿着 什么 你妈妈当初治病的钱 是公司出的 这钱是公司出的 你不相信 我现在就给公司参委 打个电话过去 华清 我需要你帮忙 你放心 杜清和罗总会保住你的 我知道你每个月还要承担一大笔的医药费 叶子 是我害你被绑架 我应该帮你讨回公道 可是我不想伤害高总 他本性不坏 只是太偏执了 先是贾怀孕 后是贾流产 现在居然还绑架我 以他的性格 我不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我们必须阻止他 华清 明天我需要你帮忙 今天 我有个好消息要宣布 我叔叔已经收购了环奥集团 百分之五十五的股份 公司的股东一致认为 应该有个更优秀的人 来带领整个公司 从今天起 我 就是环奥集团的CEO了 罗锦盛 乌雅叶子 杜钦 你们都被开除了 冯队 我有话要说 我要举报高继灵 我一要举报他排除异己 任人为亲 所有不顺从他的员工 都要被调离或开除 而要举报高继灵植物侵占 用他自己的持户 莫取供应商的返点 三要举报他违法犯罪 找来非法分子 绑架公司员工 乌雅叶子 阿清 你好大的胆子 你尽当伪造证就诬陷我 阿清 不要再讲 难道叶子他会自己绑架自己来诬蔑你吗 我没错过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们没有惊动警察 就是希望你才能悔改 乌雅叶子 你之所以这么做就是想博取申哥哥的同情 让他站在你这边 够了 叶子处处维护你 我来诋毁他 脱子是你 我今生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把乌雅叶子开除了 回到我的身边 我还会全心全意地爱你 你心里还行 那你还站在这干嘛 你赶紧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还有你 爹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 保安 戏还没验完呢 老挺起 你司徒都跟我说 你居然敢背叛我 你少废话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三十分钟后 把叶子给我带来地下停车场 听懂了吗 冤枉你 他们也冤枉你吗 我说我说 我全说 派我绑架乌雅叶子的人呢 是黄奥集团的女总裁 叫高锦灵 车牌号是 郑优八三七六六六 肯定是她 我派人 躲过她呢 不可能 他们不是已经逃回大江了吗 你终于承认了 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是犯法的 你下半辈子很有可能在监狱里度过 高总 你醒醒吧 阿卿 阿卿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对我说话 当初要不是我把你带入公司 你那个短命的妈早死了 现在你有了新靠山 翅膀硬了 就像泪菜 高锦灵 多琴 她有什么好的呀 你处处维护她 你告诉我 今天我的下场 就是日后你的下场 你们这群傻子 你们都被那个女人给骗了 你们被她骗了 没想到高总是这样的人 没想到高总是这样的人 还好她叔叔及时来把她带走了 叔叔 你们先下去吧 你还要干吗 我想去跟叶子道个歉 我 我也要业子 杀人了 快跑啊 多琴 多琴 你要不要报警啊 多琴 多琴 救 Qué二零马 这里是凡我集团的驾 为什么 快叫一辆救护车快 为什么 为什么 妈 为什么一次又一次 伤害我身边的人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好啊 我放开你 放你去见夜晚 夜晚别冲动 千万别做傻事 妒芹 没事的 不没事的 我知道不应该等待 我说到却还有什么脸 是不愿错过你的每一面 这就是你不听从 系统安排的后果 他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救回他 和男主结婚将故事通关 人物才能回归原剧情 什么狗血的剧情 不过如果能救他 我嫁 但是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每次把话说完啊 但是回归剧情的杜卿 只是一个NPC 和你的生活再也没有交集 你 和你的生活 你能不能 和你 和你在一起 什么所有都给你 那它岂不是 永远地消失在我的生活里 是的 多亲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选择 叔叔 你放我出去吧 叔叔 放你出去送死吗 被你刺伤的那个杜钦 现在还在医院呢 凶多吉少了 逃回大江的那三个匪徒 现在已经被警察逮着了 警察现在到处通击你呢 你自己决定 要么刺手 要么出国 出国 我不要出国 我不要离开这里 闭嘴 这由不得你选 高家的脸面 都被你给丢尽了 王傲在你的带领下 市值不断地增加 而且行业的影响力 也越来越大 你的努力 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可是股份 本身是从我高家领取的 现在 你和凌二的事 我收回股份 你不会有什么意见吧 我所有的股份 全部退还给高家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季灵现在在哪儿 你知道吗 我有个消息 想清楚告诉他 是吗 是吗 叔叔 放我出去吧 我不想被关在这里了 放你出去 外面哪还有你的容身之处啊 今天我见了罗锦盛 盛哥哥 盛哥哥说什么了 他要结婚了 和那个乌亚叶子 什么 你在这里好好想想 是去自首 还是想要怎么着 我总不能关你一辈子吧 竟然和乌亚叶子结婚了 叔叔 我要自首 怎么样 找到高纪灵了吗 罗锁 已经四处都找过了 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 多派点人去找 务必把他救出来 罗锁 你看我们要不要报警吗 罗锁 先不要 我怕把他逼急了 可能对叶子不利 好的 罗总 叶子 我不会再放开你 我会一辈子保护你 小破坑 木牙叶子 我觉得这一刻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锦绍 我们开始吧 木牙叶子 我会用一生的时间 来呵护你 保护你 陪伴你 无论贫穷富贵 无论健康疾病 直到永远 你愿意成为我的新娘吗 我不同意 胜哥哥 你永远都是我的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就知道这是你的圈套 可即便如此 我还是来了 因为我不能忍受你抢走我的胜哥哥 他是属于我的 是我的 你以为你这是爱他吗 你的爱伤害了所有人 别胡说 如果不是你 我们早就幸福得在一起了 你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吗 我是傻 可我不后悔 我高继灵一生一世都只爱罗锦绍 如果我不能和他在一起的话 那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高继灵 没有 我们是禁户区派出所的民警 以涉嫌故意伤人 跟我们走一趟吧 我想问这个人 你还会发生了 我对你的人 没有没问题 我还是来说 你还会发生了 你最后来就要死吧 我对你的人 不得了 我还是不得了 我但未经许 我会发生了 我对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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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定您最后一次任务失败的 现在系统清楚解开 系统你商场 故事加载中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 虽然你自己的系统消失了 但是杜青对你的执念太深 萌生了自我意识 你在杜青的系统中重生了 那我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去做女主呀 你怎么跑得气喘吁吁的 对不起 杜青 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你说 你知道吗 我曾经约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样的灯光 一样的小龙虾 还有一个沙沙等待的男孩 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如果不能跟心爱的人在一起 他宁愿去死 这句话对我的冲击很大 我一直都活在别人的期待中 有一天这个男孩出现 他告诉我 就算活得并不出色 也一定要遵循本性 他一心一意地 爱一个女孩 甚至愿意为了他去死 我想 我该给这个男孩一个答案 如果我们都能活下去的话 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都在你的身边 为你试试你所有的喜悦 不管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此理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此理 来 喝点水吧 你们过来这是 是 我们是来辞职的 辞职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 感谢罗总给我机会 让我一次再证明我自己 我也想了很久 是时候离开了 既然老天爷给了我第二次机会 我想重新选择我的人生 有什么难处你可以跟我说啊 没有 谢谢罗总的好意 都行 你就游了他吗 我尊重叶子的选择 他不会胡闹 我相信 他在别的道路一定能好好地走下去 好 以后如果有什么用得到我的地方 尽管跟我说 好 来 好 你一天辛苦了 我去给你倒杯水 毒气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什么事 疼死我了 疼死我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又梦见你一遍 停不过心跳的瞬间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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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多了 再多快 可我们还是没有存在 心灵为自己 温柔 一生一世 只爱你一人 若为此事 天地不如 臣妾也对天发誓 此生只为皇上所有 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护在你的身边 唯有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无论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们彼此的约定 不相信 都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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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关系